尼玛道中学1月23及24日 举行65周年校庆开放日 该校中小学部及幼稚园部 均安排不同的活动 向外展示学校的办学理念 教学特色以及教学改革成果 开幕礼1月23日于中学部举行 先由该校学生以省私表演揭幕 随后由该校张慧宁校长 联同教育企青年局公志明副局长 耶稣会澳门会员院长傅南道神父 以及一众嘉宾主持开幕仪式 同场亦进行95周年校庆主题曲 《利是利人首播》 该歌曲创作人黄卓威老师表示 创作灵感来自学校的校徽 代表着利马斗神父 将西方的文化和信仰带来中国 并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希望透过这首主题曲 让学生能够学习利马斗神父 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 当日除了由幼稚园部学生演出画剧 愿你受赞众爱 也有扯灵 拉丁舞等不同的学生表演 另外也有各个科目的课程展示 以及学生艺术作品展出 校友会和教掌教师会同场亦设有意买摊位 1月24日 《优志园部》特别举行 愿你受赞众大会演 同场亦颁发2020-2021学年 亲子环保创作比赛奖项 并展出以愿你受赞众为主题的学生作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